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和許的陽光 葉子上面的水珠 翠綠的小樹苗 在微風中靜靜地成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能要教授班 其實我們剛剛傳了一個課 照顧差異從來都是知而行難 一直在適宜性教學裏 我們其實想做多些深化教學的方法 更加可以幫助不同能力的學生 都學有所盡 參與計劃的時候 其實是得到專家團隊的一些欣賞 就像我們學校過往在自主學習 和適宜性教學的方向的肯定 透過專家團隊的專業支援 進一步增強了老師在教學設計的敏感度 令到他們更加掌握一些技巧去分析 和部署 例如連資深的老師 他們的教學信心更大 連資深的老師 他們可以總結經驗 以至再提煉他們的教學技巧 老師和老師之間多了一些專業交流 也促進他們的專業對話 更加重要的是 他們將過往一些導學案 一些學習材料 可以有系統的管理和儲存 這樣就可以做到 將知識經驗可以流傳下去 他們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所以再加上課程 參加了這個計劃 其中一個最大的改變 我覺得是科組之間多了交流 我們有時候在教員室 或者在共同備課的時段 我們老師都會主動去問一下 究竟我設計的東西是否可以 或者這裡能否做到 我們想達到的分層目標 花蓮級的老師都多了交流 高中的老師都要知道 究竟初中的同學去到什麼能力 希望我們可以做一些 有連貫性的教材 希望幫助同學一層一層 去建構他們的知識 現在的學生已經掌握到 他們的學習方法 不需要死背一些知識 另外我們也很鼓勵同學寫自己的notes 用一些不同的方法 例如圖表、flow chart、point form 就不像很盲目地 在文章抄一段下來 就叫溫了書 我們希望透過這些方法 令到學生學得更加有自信 以及找到適合自己的學習方法 如果要協助學生發展不同面向 其實學校是要思考很多關於教學方法 以照評估方法的模式 而在參與計劃的過程中 都令我們重新思考成功的定義 過往我們都很重視結果 但現在我們可能要更加重視過程 現在我們不再用總結性的評估 去觀察學生的學習的情況 我們會多用了持續性 以及形成性的評估模式 去觀察學生的學習表現 譬如我們可以觀察一下 學生在課堂裡的參與活動的投入度 以及他們的意欲 都可以看到老師和學生 學生和學生的情意互動 總之我們很希望在過程中 看到不同的學生都學有所盡 過往第一期計劃中 我們主要是不去協助英文科教學方面 現在來到第二期計劃 其實我們想將英文科的成功經驗 推廣到其他科 令到學校教育方面 有更加全面的支援 進一步希望可以提升學習的成效 真是做到我們所講的 促進學生的個性化學習 我們希望加強學語教的數據 應用和分析 讓我們更加了解學生的強弱項 和他們的學習進展 透過DN Plattform 我們希望更加有效地 將各類型的學生數據 傳取、組織和分析他們的學習成效 再配合和調整一些 適宜性的教學策略 令我們更加有系統地 幫學生去改進他們的學習 慢慢幫他們定定一些 個人化的學習路徑 最重要就是幫到不同能力 不同需要的學生 只要悉心的栽培 無論土地是肥沃或者貧積 都可以令到小小的植物 絕臟成長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